国民教育或者六四这一方面 我想很主要有两点 最近也有很多很讲法的讨论 香港的核心价值 就是多元的讨论 和大家有批判式的交流 这个完全是可以接纳 都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我们也很强调 这一方面不会是有问题 提供多元的 多方便的一些教材 然后由这个老师学校 自己自决有这方面的用途讨论和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道德和国民教育 现在重复强调的目标 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用平常心 而且更加重要 你看看可预见的未来 各地区各城市的竞争力里面 每一个人的态度 价值观和能力方面都是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培育的一部分